- 装机作词- 炅扮 压原后这一片 - 梁仔 大家 我是小江 一个人搞的阳仔 对 一人一车 浪迹天涯 昨天晚上在这个山里面睡啊 这个县岛一条小路吧 昨天晚上一辆车都没有过 好安静了 现在早上八点刚醒来一会吧 准备收拾东西 今天打算去那个田宁县吧 那边的话要补个店 准备出发了 东西收拾好了 我今天的话 昨天晚上一碰到点房屋喷剂 你看我说话都没起雾 这条路昨天晚上居然一辆车都没有过 也是奇葩呀 这个路骑着有意思 树桶还倒了 欢迎您载道查乡来 中国无公害茶叶生产基地线 应该指的是林宁县吧 离开林宁县了 这里应该进入了田宁县吧 哇 这里变成水泥路了 这旁边就是高速啊 果然昨天晚上再往前面走 也没有路易地了 还好停下来了 我旁边就是铁路 说明这个路很好走啊 还有高速 铁路 国道 再一条线上 工作时间1995年了 我还我还没出生呢 我那里有渔民啊 穿个短裤 这么扛洞 在那里捉鱼吧 哇 这个河真宽了 还有船 那么大的船 哦 壮观了 哇 这条河还蛮宽的 挺壮观的 那边是高速 距离乡镇华有8公里 终于到了光店 来到一个乡镇了 这是一个乡 哎 去那里吃个快 终于到了乡镇了 骑了45公里啊 太不容易了 那边还有购物中心 有粉店 我要吃个快餐 不想再吃粉了 这个购物中心的规模可以 也是啊 距离几十公里嘛 不是吧 这边马肉都有卖 第一次见马肉卖的 哎呀 这边人太多太多了 太夸张了 这规模好大 这里是汪店 瑶珠 香 这边都是吃粉的 我那边有个现炒快餐 过去看一下吧 这哪是什么 炒菜吗 这也是吃粉的 那边还有个店了 看到了 那边有炒快餐 吃饱 喝足 心情好 好运气是少不了 哎 刚才要了个 嗯 猪脚粉 这个点快餐没开啊 猪脚粉 自己加一点配菜吧 猪脚粉 加了点配菜 现在时间太早了 快点都没开 快到上午十一点 待会去县城 充个店吧 这个是猪脚 其实是肉块 刚才后面那个 猪脚粉 消费8块 虽然说只有几块那个猪脚肉碎片 但是分量还挺可以的 挺大的 还有10公里到县城啊 这边汽车驾照 汽车驾照 稀照在考试 考C吧 给大家看吧 这边居然有飞机房了 哎呀 看一下吧 这也太吵了吧 这要漏大货车贼多 给大家看一下 哎呦 这毛团都有 这里面写了很多字 咱们看看 慢慢看 2023年11月16号 千里走丹席 丁建云南昆明到海南 昆明是走这条路的 黑月铁骑十月 照并卖马 这一拜 春风得意 玉枝音 美美 哎呀 我可还玉枝音呢 遇到对象了吧 不想麻烦别人 也不想将就自己 就喜欢自由自在的走在路上 寻找心中的世外桃源 深圳 到 西藏 死生 碧齐318 除了猛干 别无选择 2023年9月21号 这里是去云南的路 他可能走丁帐线吧 骑行6000公里去西藏 甘肃到拉萨 2023年6月17号 百度街 土坞吧 土坞旅行记 土坞旅行吧 23年6月18号 今年的都是 你应遥 我喜欢你 这些天的 四千公里 深圳的拉萨 这还有一个队友 设旅行远行 我就帮他写好了 铁铁骑游中国 这些天的 在上个月的 杭旅出发单车 环游中国 23年 11月18号 一个月之前 深圳到西藏 我是千里 呃 大人行吧 除了猛干 别有写什么 哎呀 全网十万粉 2023年9月21号 那两个 那两张纸上 写的是宗教的东西 什么回事啊 今年怎么这么多骑车的 哎呀 这么多骑车 出来流浪的吗 可能是憋坏的 好新链的感觉 那上面 之前是今年的 这个房子可能是 这两年倒闭的吧 可能是倒闭的饭店之类的 哇 这边还有一排房子 哎 有前辈来过 哇 这地方就太吵了 假的两条路之间 啊 这边 哎 哇 可以 这地方挺有意思的 倒了倒了倒了 哎 那里面怎么还有东西啊 哎 哎 不会吧 吓人了 这地方 跟 哎 怎么回事 难道说还有人坐在这里 不可能吧 这地方 刚好夹在 高速和国道 中间 难怪 这边人都受不了了搬走了 那里面好像感觉 最近来过人 真的太 太奇怪了 这地方挺有意思的 那边关起来了 可能那边有这种东西吧 到了云南那边的话 就不愁飞机房了 云南那边比较多 这种 就这种类型的 非常多 这种猜的乱七八糟的 就刚才那个飞机房的位置啊 你看吧 高速 国道 铁路 三条 在中间 所以说太吵了 我还有八公里到县城 安隆是哪里 我忘了 村民都只有五百多公里 到县城 这里前面 下一个县城了 还有146公里 我这里有个城市快价酒店 住住价154亿万 69三个小时 回家也可以 价格有点小高 我的预算就是100块钱 所以住的还行 这边有新能源车 充电庄怎么找不到 田宁环球大酒店 这个比较贵吧 应该 这没没看到那种中档的酒店 就是100块钱左右的 那边终于找到充电庄了 有一个直流的 别人用了 两辆车在那里冲 其他都是交流的 交流的不行 这个电车这么多 充电庄这么少 这怎么行 区医厂那边 好像有个大的充电庄 体育公园那边有一处大的充电庄 过去看一下 这有点远 这边充电庄都这样的 哎呀 这地图上都没有标 这是交流的 交流都不行了 我看到了 这里是体育馆 不是体育场 体育馆是有棚子的 这个充电庄找到了 在那边 可惜车子进不去 这从哪边进去呢 这边可以漏出去 从这个10吨子 也可以 我的电量把握的很准的 你看我快没电了 一台的电流开25 一台的电流开27 这个有点跳 这个屏幕明显要好一点 这个大货比这个贵20块 因为这个可以出屏的 我的天呐 我坐在这里剪视频了 真的 这个屏幕好冻啊 身上也发冷 太凉快了 哇 现在这个地方出现成几公里吧 我的话我都忘了 我不是往前面走 前面是一条铁路 沿着铁路走的 什么龙林呢 我是往这边走的 西林 这一段不知道有没有录影地 反正今天继续走吧 哇 冲了一个小时39分钟 看一下吧 哇靠 这就充满了 这也太猛了吧 我现在下午两点半 充电已经充好了 充了一个小时多 一百分钟吧 有 差不多一百分钟 哇 这个薄的羽绒服啊 上是剪的 别穿上吧 平和身的 套上里面 保暖一点 我的天 咱们剪视频是真的有点动手啊 我来到箱里了 赶紧到箱里买点东西吧 哦 这边有个生活超市 进去看一下吧 那边有个浓宫市场 买东西倒是挺方便的 买点吧 这个是啥面呢 一面 这个没吃过 超面大型 超市 那边有卖蔬菜 可能买了21块钱 那边再买点肉吧 这里面怎么都是卖猪肉的 刚才在这边打包了一点吃 没有烤鸭烤鸭太大了 然后在这边 买了一点牛肉吧 吃到个糖味 牛头都在那里 刚才牛肉我说只要半斤的 结果给我整了酒两 还最不好切 煎脂肉吧 还是43块 给我43块 然后买了27块东西 这里稍微稍微气死了 不过今天露营的话呀 是吧 那倒无所谓 哇前面坏条路往西边走了 转省道吧 然后转国道吧 这辆省道路况很不好啊 不会吧 旁边好像挨着是高速吧 难道是因为修高速又废掉了 这条是省道321 刚才有烂路 转往前面走就跟高速挨着了 希望这条路没有因为修高速废掉了 我现在已经下午4点多了 还在这辆省道321旁边 我这里骑嘛 那边就是高速啊 这个地方有个空地啊 我还知道空地还停吧 应该不会有大货车停这边吧 哎呀旁边挨着高速也是有点吵 然后发现这个地方有个补胎的地方 应该是现在没什么生意了 我刚才试了一下这个门吧 是关的 但这个水泥地是好的吗 可以搭这里吗 我又不知道要不要往前面继续走啊 感觉没啥好地方挨着高速走 给大家看看吧 我刚才打包了一点吃的 这地方多少钱呢 27块啊 这个是那个猪脚还是什么猪舌头吧还是什么 管它呢 然后这里是两块扣肉 三块吧 这还加了一点汤在里面 哎 早知道我就不用汤了 你看了 这是几天前买的一包铜锣烧还没吃 现在下午4点多了 哎 我也一点饿了 四点二十了 吃点东西吧 这是红楼烧 那个什么 那个哆啦A梦喜欢吃的 哎 现在四点 现在四点二十 现在吃点吧 晚上再开饭 你要吃的太晚了 再晚一两个小时 晚上都不用开饭了 哇 这么大一块 嗯 这是猪脚吧 哇 这个应该是猪脚 分量有点大 哇 给大家看看这个扣肉吧 漂亮吧 嗯 嗯 甜甜的 香香了 而且瘦肉多 真滑饭 看现在所在的位置吧 这方面一个村子 左右这个村子 村子多远 啊 有九百多米啊 哇 这个地方确实还可以啊 因为没有挨着村子 这一段没什么人 过去一公里才有村子 前面过去两三公里吧 挺好的 这个位置非常好 哇 这个地方看起来这么小 没想到还是能搭上一个帐篷的 因为这个地点的尺寸是比帐篷略大一点点的 帐篷已经搭好了 哎 这个地方应该是没生意了 哎 太难搞了 等下用火给他烤一下吧 每天都要烤一下 因为每天睡觉的时候有湿气 他没有完全干 这边没有出大太阳吗 今天买的这个蔬菜吧 这是什么 胶白 哎呀 咋玩意啊 不是玩意吗 搞不懂 难 炒这个牛肉吃吧 这个牛肉太多了 吃一部分 有一部分给明天 明天 所以应该会炒的吃吧 给它切小了 还挺硬的 哇 这个胶白 这碗要剥皮的 难怪这么厚 给它切成条去 外面一层明显要老一点 整来整去只剩这么一点了 不过也差不多 不好切呀 这个是 键子肉 我跟老板说要切成一半 他没有给我切 他说这不好切 我不管了 今天晚上这一块吧 那一块明天 这个刀磨了 好久之前磨了一下 现在的话又不是很快了 这玩意真难切 差不多了 把剩下的给切口 这明天 明天吃吧 明天再买个蔬菜就行了 这点明天不用切了 腌制一下吧 今天刚买的松措 上次吃完了 哎呦多了 刚才不小心整多了 不过应该也差不多吧 给它拌匀了 来上一点小香香吧 这个能 增一点香味 能也能去除一点水分吧 我这样给它拌开之后 这个水分就少很多了 这油瓶的话 快没了 这个等一下可以刚好装那个生抽吧 先淋一点油进去腌制一下 还是把今天的这个菜给弄一下 晚上10点多了 没有了 没有了 这油 把这个牛肉给 这个牛肉都放了9个小时了 因为下午4点多吃了点东西 现在都不饿了 现在估计要等下还要焖一下 这个肉 不然的话也受不了 直接把这个胶白搞里头吧 这个牛肉还有一点水分了 刚好给 这样给它 给炒干 怎么拍出来有点发黑 那是光线问题 这里面 稍微种一点生抽 这拍出来怎么这么黑 不管给它炒啥 有水分给它炒干了 摘一点盐进去 这瓶子里面是老抽 摘一点老抽进去 哎呀 这颜色拍不出来呀 光线太差了 给大家看吧 这样满满一碗 差不多吧 这个老抽的颜色上的有点深了 这碗衣买了一包今天都叫衣面了 这个特别轻了 也不知道什么 直接搞里头 也不知道什么回事 这个面特别脆呀 随便一 一弄它就碎掉了 这个面感觉被油炸过的 真的 就像那个 方便面的味道一样 好像是熟的 看到没有 稍微一煮就煮的这么透了 我把这个水分给去除了 倒出来了 搞里头吧 今天还快猪脚没吃完也高里头 还有一块厚肉没吃完高里头 你看这一锅吧 分量尝尝 兄弟们 开饭了 就在帐篷里面开饭 今天晚上不知道什么回事 这边人有点不舒服 头有点发热 可能是今天下午 在外面剪视频做了 一个来小时 这个吹冷风吗 人在外面 哎不靠谱这样 嗯 这个面条 怎么怪怪的 自己呢像那个 油炸过的方便面 嗯 他这个没有 给弄断 还可以 有点这个厚肉吧 味道还行 这牛肉还可以 这牛肉不老 可以 还挺嫩滑的 这冬天其实电动车真是头大的事 我 昨天吧 在网上看了一个视频 说冬天不能在零下 零下的环境充那个电池 不然的话会出那个什么结晶吧 好像是 在那个腹肌上面有个小把点 但那个小白点的话 如果 时间久了 可能会刺穿那个隔膜会引发短路 那就麻烦了 为什么新能源那个四个轮子的那个电动车 它可以在那个零下的温度充电 包括北方 因为他有一 因为他有一套那个加热系统 就是 自动识别器温吗 应该是加热到零上 然后再充电 电动车的电池没有这套系统 因为那个 就让四个轮子的车 那个车站嘛 有足够 有足够的空间是吧 加一些功能 两个轮子的话没有那么大空间 所以我在考虑 后面的话该怎么走 反正不能在那种 白天都是零下温度的那种地方 肯定不能在那边走 所以现在还不能进那种 海拔特别高特别寒冷的地方 你像云南上去的话 我看一下 迪庆那边下个月 白天也是零下 比较麻烦 反正先到迪庆那边 迪庆嘛 那个什么 白马雪山那边看一下吧 看一下那个温度有多低 如果那边海拔有四千二好像是 看一下那个 如果温度能扛得住 我再看吧 如果那边冰点雪地太滑的 然后干嘛的 我打算从那个云南昭通那边撤出来 就是从云南昭通之后 再走一下低海拔地方 可以再去贵州吗 贵州的尊义毕竭都没走 然后 前夕哪一些地方 然后 可以走一下四川的低海拔地段 是吧 四川藏七的高海拔 四千多米的暂时还不能走 太危险了 要到二月底三月初才能走 如果实在不行的话是吧 到云南那边 哪个地方啊 找个飞机房修整一下也可以 当然前历是不能海拔太高 反正别人看吧 我也不怎么办 风天也没必要去太遭罪的地方 我只不过想看雪吗 你看下雪 你在 贵州也能看到吗 下个月 不一定要上那种四五千喊白的地方看雪 那种地方特别容易得那个血盲症 不太过于白的 于风景也比较粘掉 在南方 山区高海拔 就是海拔一千多米到两千米左右 地方还可以白天温度在零上 也能看到水 反正别人看吧 后面怎么走 只能走一步 走一步看一步的 这玩意吃起来跟那个芦笋差不多 口感味道就差不多 本来的头有点不舒服 但是刚才烤了一下火 出了一下汗好多了 刚时间温度起不太大 我身上感觉有点不舒服 所以之前猪换猪的太多了 感觉一层膜一样 好像明天还是什么时候 看一下 在找个地方住一下干嘛的 天天 搭档缝啥的也看不住 健康生命安全最重要的 其他的都是 小事 量力而为是吧 要是前面里头是什么困难吗 大部分的换路线嘛 有什么的 今天又是 难搞的一天